大家好,回到這節的即市攻略 這個時候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6問號專家意見 或者中問題電郵 去到ASK、BS ChannelCorp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有準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看看市場 我們之前一直都在說 市場不穿50天線是沒有問題的 今天其實穿過下去 但是大陸出了經濟數據之後 又屈上來 是不是炒了一些放水的憧憬 升了百多點 升了18,000 今天最低暫時是17752 那50天線是17953 跌穿過 現在拉上去 現在 怎麼看 我還覺得很準 我還覺得會做 嗯 因為和6月底還有10年時間 是 看看會不會做這個動作 但是降息的機會應該 真的不大 因為真的和人民幣的匯價 可能有些關係 是 但是只不過 市場比我想像中 成交量 又不算很活躍 我覺得如果這個市場 好像今天為例 你叫市場 如果好像當50天線 這個位置 當下面這個位置 是很支持的話 其實應該就 那個彈幅 應該我會覺得好像 會更厲害 這樣 嗯 嗯 因為 Smart Arrow 其實升到百多點 你又不用這麼興奮 那市場 都叫做跌下去 那 是 我明白 那市場 是彈出來 我覺得是合理的 哈哈 但是只不過 不要這麼快 有些事情 說一句 不是 我想說 今天早上的數據 是令我有一些疑惑的 嗯 因為 如果你說到 這麼多數據裡面 其實真的只有零售銷售 的數據 那顆數 是好過預期 是 預期百分之三 現在是三點七 嗯 是叫做好過預期 但是其他那些數 你看上去 不是特別 是真的很厲害 所以 市場 你說升上來 有少少是真的 升上一些叫做零售的那批 還有是 ATM這些叫做強一點 就是這樣 那內銀股又叫做彈一點 就是 其實你如果以現在 升百多點來計的話 其實真的不是算升得多 第一 第二是 其實你看到一些 數據上的話 我真的不覺得 是 真的叫做是 那麼好 嗯 其實你見上中指 或是深城指 本身都還是下跌的 是 似乎是 那些數據上的時間 似乎是 心靈之內 似乎是 上中指 先 上中指 還在下跌 那就下跌一點 這樣 不過 我覺得再 再看一會 就是市力 是不是真的那麼強 的話 都要再觀察一下 嗯 Kelvin也有些說 下五個市倒下跌 當然 那個勢又似乎 剛剛這一下衝上這一下 是OK的 就是我覺得 那個情況 好像你當我是五十天線 就是支持之後 又有反彈 是OK的 但是那個市的成果率 實在不是特別厲害 所以你說 是不是真的叫做那個 升勢 甚至乎你現在 我剛剛按的時間 是星期二百五而已 那些二百五 真的沒有跌過 真的厲害 所以看看 更晚一點的時間 看看市場 怎樣才行 1299 眼力 差一點點 其實 差五千左右 所以 看看市場 更晚一點 看看怎樣才行 如果你當 當你五十天線 真的當你不穿的 當你好像自己 穩定了樹的時間 到時候才想想 短炒 也就是那句 Smile 我都覺得 你那些市場升 其實大家都歡迎 沒所謂 大家都拿來的貨 你那些市場升 你的貨不差 只不過 剛剛這一下 升過八幾點 你又馬上 不是 你說爆升 大家都覺得OK的 看看 是不是真的爆升 都是那個情況 爆升大家都很開心 我又不會說 你錯的 我不知幾乎是正確的 但只不過 有時候 就是說 我們這邊 又不會見升 趕升 見跌 趕跌 我是想要一些 真正的原因 你說鎮艙 對我來說 我不會說 鎮了這麼多次艙 市場就要抽 什麼 你要一些真正的原因 我就會有些 說服力 對我來說 沒有 CAMMAN也不用 但只不過 真的 沒有什麼 所以 有時候 突然轉過市 跌的時間 都要留下 想一下 為什麼要跌 或是升是它的原因 這是對的 但只不過 你那些原因的似乎 好像真的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一二九個是 差一點 對 大家都覺得 是想去回多茲才買的 是吧 那是沒有的 如果你當你一陣的時間 當你條件 當你 好像這個 這個 這個 當你真的不穿下去的時間 大家就 用這位 做一個參考 當你當完之後 你駁它不穿下去 我覺得 當你不穿的話 大家可以駁一駁 試一下 今早有沒有走到 我反而想知道 一二九九 還沒有 所以我想知道 一二九九 走不走一遲 我沒有 今早有時間走 如果去走的話 其實是五十四個半 這些位置差不多 差一點 可能我都會先閃 你的市場突然間 抽上來 你一見到市場 你一見到市場 要極貼 這隻拳蟲 你都要先走一走 先吃了一戶 好 一一四 兩成二 又派錢 為何他這麼多錢派出來 他本身錢多 他之前很多都是 因為他之前 他買了一些 寶馬 他買了一些股權 他有錢的 但我印象中 他有二百多億 如果我看回這次 派四個多的話 派完 派完之後 我想想 那間公司 還有什麼價值呢 其實沒有的 本身本業又沒有特別 你現在派四個多的時間 現在你八個多 就是你還值四個多 我又覺得 真的有些神奇 但是沒有的 你突然間這一下 你這樣派發 你的價格一定會上的 但是 不過這些又真的是 算數了 這些現在才 現在打算追 不要 因為記住一件事 他真的除完 他除完證之後 其實這間公司 應該 我覺得他只有二百多億 而不夠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可能一會兒 一會兒再看 都算了 但是你派完之後 你都沒有了 你沒有什麼蛋 就去再發展 嗯 希望我錯了 變成了 可能還有一些錢 可以發展的 但是 除了華臣 就是華碼 那個合營之外 其實華臣 本業那些真的不行 所以我都有些覺得 你升這一下 那些人 還有搶顏色 是合理的 但是小心一點 我想說五一七 是否又給我們機會 我都有留意 但是沒有大家自己想 我始終 我多貨 但是不是 你之前說想加 是 但是他為什麼沒有錢 還有那句 都是那句 理性一點 我都覺得 選股是他要理性 自己沒有人 拿著那個量 那個部分不同 就是我欠的量 我都覺得 我真的不是少 我都不怕說 但是你跌 有錢不就再加 但是我自己加不加 我可能會再加一些 但是沒有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價 你計算他那個 1,75%的價 是我剛才在加 就是三個九個多 所以你這樣計算 我自己想想 再加不加 就是沒有 今天掉下來 成績量不是特別大 但是 大家自己想 好像 哪一個 都想再加 那些朋友 都想再加 不過 你看他今天 就叫他多點 用來的時間 大家自己想想 好 Costco 還是Walmart 好 美股零售股 Tony 兩隻都不是低 說實際上 都不是便宜 Costco 現在 真是貴 不過他的價錢 是這段時間 他真的不要回 他每天都一個 可能叫做 一個高級 他彈上去之後 就回回一些 但是 他今年已經升了三成 Costco 我都還拿月貨 但是又 你問我 我會不會走 我想走很久 但是又不想走 但是 你說Walmart 如果你用那個業務的增速 去看的話 Walmart近期是好些的 Walmart近期 是真的好像 又派一些 所以你說 又不入一些 如果你要入 的話 又不建議入Costco 因為真的去 真的便宜 你可能考慮一下 Walmart 但是 今個星期 明晚 明晚都好像公佈 那個 零首次內部數據 所以 都要看這些數據 才再想 但是 因為兩隻東西 其實都升不少 Walmart好像都升得多 其實之前這段時間 看看 Walmart都好像升得上來 看看 我覺得好像是 但是 Costco 一直在那邊走 它又會每天 都好像要破破頂 之後又回合 下去 一直走 這個 Walmart 就好像 看看 Walmart也是 但是 Walmart應該便宜一些 現在 Walmart 25倍 但是 Costco 好像是三十幾倍 好像是 48倍 48倍 所以 如果計算的話 就好像 Walmart 可能吃過一些 好 好 973 停牌了 停牌了 但是未知什麼事 因為 他說 跟他拼舊消息的關係 但是不知道 是否 不成功 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個月子下 究竟出到來 是哪些消息 是 準備賺大錢 好 ARM 星期五算不算 川頭破腳 ARM 我開到最多看 我未知 ARM ARM 川頭破腳 算是 不算 不算 因為他下面 這一支 沒有覆蓋他的腳 這個也不算 但是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他曾經是 升上前高的位置 下來 反而要擔心這些位置 是否真的破 真的破 站不站穩 但是現在這一位 變成165元左右 我們這位置似乎差不多 嗯 是啊 看看 你很多人都覺得老鑑 有沒有鑑 有沒有鑑 沒有鑑 你有門路支 帶我 港股帶我的資金去 OK 好啊 那麼 美股呢 美股 美股呢 美股呢 我想看看 你說美股那支 是說他不行的 但是 美股那邊 現在五年升了 最後一段 不過DOW 都四年掉了 嗯 嗯 但是 沒有所謂的 那一句 CMIL 我想這裡 咦 是好像 我覺得它有點像 真的 真的厲害 857 牛紅可以亂戰 每學都對 857 金金怎樣 1299 走了沒有 857 LINK 283 857 刀彈 踏上去 嗯 但是857 這些 變成 當 當時之前說除淨 之前買 它播不播 什麼時候除 明天 明天 明天除 嗯 好 2382 是啊 2382我都想說 剛才看到 喂 踏上3% 我本身就是想問你 吃不吃 嗯 吃不吃 嗯 我個人 我都傾向於覺得 都要吃一點好一點 嗯 因為始終阿C 他現在這一回合 都是用手機的東西 但是 出貨量數字 真是麻煩的 嗯 我覺得可以的話 吃一點 嗯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2018 可能真的 更加受惠一點 但是 哇 2018 我師傅說 都還保持著 整個星期都沒有 2382這麼厲害 2382的牌子 都還保持著 是挺激勁的 嗯 2018 就強 強勢一點 磨刀 還要磨刀 還要磨刀 是啊 對 哇 再升30% 11 1211 1211 不過今天 那些 汽車庫 只有他一隻 他就好一點了 之前是 他自己一枝獨秀 是因為關稅 他加得比較少 現在也是 現在那些 他的圖很漂亮 那些資金 是炒車 就是車庫的資金 給他121度 變成現在 因為其他那些 除了華臣之外 其他那些 都沒有表演 嗯 其他那些都不是很 很升很跌 就是小排便會跌 嗯 是啊 要分工不料 是啊 我也是一句都沒有看到 很醜沒有看的 看的應該是 看的 簡直是花時間 嗯 是啊 沒有看了 大家都沒有看了 花時間 2005是厲害的 我剛才是 上個星期 699都很瘋 一致大人 今天下一點 不過不知道 看不到成家 少少 就不是特別多 是啊 我有想過 但是沒有時間 沒有啦 699 就是 金金能看得緊 就變成可以 可以看這些 嗯 那麼 比我敵人 $2005是真的厲害 是啊 金金 真的是1比0 而且悶 人家過得到悶 都悶得悶 所以不看就算了 好 看看現在 6月底 如果真的減息或降準 我們現在猜它降準 應該都是星期結束 我不是猜的 我都覺得應該早晚 是否市場pricing了沒有 不知道 因為市場應該沒什麼人敢說 現在只有我自己說 不過我覺得我認不住要減慢 認不住要減慢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樂人館真的會受惠 都會有人看 因為其實今次 我覺得只不過是時機上來計算 剛剛好又是 真的叫做6月份半年結 加上真是如果你以香港經濟狀況去看的話 你是有 你都是要綜合做這些事情 而且去減息機會應該就真的不高 因為現在有人民幣 實在都 我想它都不想去這樣 所以變相之後 唯有可以選擇的 只剩下降準 所以降就降 應該要降 但是只不過真的是 你覺得降準對於市局幫助 會不會很大 可能 可能有少少 我都不敢說多 因為降準其實那個 最主要是說 究竟你那個需求 是不是真的 就是有沒有 或者這樣說有沒有 還有你本身 你說銀行方面 你都敢敢說 借太多出去 所以 如果真的降準的話 未必那個市局會很OK 未必 未必 是 只不過是要做的 是 A股茅台又在隊 是 完全沒有人 沒有聽過 什麼事 真的沒有 就是 那些真酒 應該都不可以 現在大家都覺得 是 那些叫做 都說闖老 不買 697 剛剛今早再低的時候 他說151 現在1537 1538 叫做跌少一些 是嗎 是啊 大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股份在看 說笑 我也想說 雜師說話 看看大家有什麼股份在看 現在已經講過了 是啊 你說戒酒 大陸戒酒 是 真的 所以我覺得市現在 現在升多了 現在 170點 但A股都 A股都沒什麼特別 是啊 有些股看開 那些股份是OK的 不過網易也是慢 慢一點 它又不算很跌很差 不過是慢 茅台自己喝醉 是啊 很美麗 302 嘩 1.1號 2 只剩下 不是 這些 他之前衝上去 說話 然後又對回來 那一刻都說了去 算了 那一刻都說了 這些都不用理 不用理 貓眼彈花再彈 暑假有沒有特別 那些票房收入 真的不行 雖然我沽太過 但我還有盯著一些票房收入 但真的是弱的 其實你用回 星期六的時間 都好像過一馬千億 但如果回到星期五那些 其實只有五、六千萬 好像六、七千萬 其實真的 如果以之前的事情來計 都不算特別多 但你說到暑假 當其他行不行 而我剛才看了一篇 之前就是因為中美關係緊張 所以不給那些行李會片在大陸播 現在就說 Deadpool可能給在大陸上 可望增加在內地方面的票房收入 但不知道堅靈樓有沒有幫助 不過你只有一兩套 這些片 一兩套 很難 很難 我覺得這個情況好像 不知道因為經濟狀況影響之下 真的連這些有影響 但我自己看下去的數 有些什麼演唱的數 又不是很厲害 都還很厲害 所以這次都是 再看看他之後的情況是怎樣的 紅藤 紅藤是跟那些手機東西 是啊 紅藤也有 他也有連接一些 叫什麼的 你當AI那些有沒有概念 他又不算很緊密 其實他有紅海會有 但是紅藤這些 有些半炒這些因素 其實沒有的 當你現在AIPC也好 AI手機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找個理由來炒 他和借2005一樣 都是炒一些相同的東西 就是992 992都差不多 6885 6885 金馬倫遠 這隻不知道是什麼 113 13厲害 113我之前說過了 你有沒有印象 這隻是迪生創意 沒有印象 以前我講過的 這隻是收息股 很N年前 他就是在南馬那裏說 他不租那個店 還有說是高息股 以前還是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賣名牌的 是嗎 對 名牌的那間 上一次 你們講過 問都寫過 不過 自己那時候想說 買的又沒有回事 但是這些成績又是不多 現在好像一陣子 一陣子好像一陣子 一陣子又多 現在多人講 我看到一些人 好像當作 好像覺得 好像很厲害 那些東西出來 其實這隻 一陣子 滿身都跟 517個概念差不多 就是他錢多 錢多 一股大概 4元 2元 差不多 但是他錢多 他肯定太一息 他業績 因為他本身 錢很多 他也是 那些歷史收入 那些投資收入 是ok的 但是他本業是不ok的 本業是不ok的 香港是不ok的 但其他業績都算是這樣的 哦 這樣的 其實去台灣 都是一些業務 ok的 我之前也 那時候過過去 那時候死了 不過 想想想 又轉過頭 又沒有 因為他成績真的 那隻 好像上一次業績 大概大幅年前 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些 那些人說過這隻 嗯 不過沒有什麼特別去追蹤 是 6969 我們上了 嗯 這隻 我覺得來的止蝕有點遠 這隻就 這個情況是 其實業績 我之前也這麼說 是預了他會反例的 就是預了他的業績 表現是會ok的 但是 只不過現在這一位 他的價錢 是不是已經反映了 這些狀況 真的要看業績 其實這些股 你升到差不多的時間 為什麼再上呢 就要看業績 是不是真的出得來ok 你到我的概念 就是 好像NVIDIA一樣 即是他的價錢是狂升 但是這個業績 出得來 大家會覺得 原來還是更加ok的 那你現在才再爆 因為始終你這些位 它升得太厲害了 你想想 我原先那時候 年初的時間 好像六塊或五塊 那時候打算買 打算買少了 擺一下 但是忘了再買 但是現在到這個位 就不保持住了 看看業績出得來 是否真的可以的時間 才再想 現在這些 這些可以放在我的 視訊桌上 可以先看 看完 6055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 6969 至少他今天回到多一點 如果真的想買 我不是特別買這些 那時候我是說有兩隻 一隻是絲摩爾 一隻是999-2 就是博物 真是很瘋 不過算了 那些是股票是賣不完的 總之賣下去 有些股份升 只有一些股份升 只有一些股份升 就算了 見偷的層板 這次我有點戒心 這次最主要是阿力 我自己有戒心 因為這次我買了 都贏不了錢 所以這次我反而訂了 我就自己不喜歡 是啊 金金水味就是問題 其實你問我NV 你有什麼再上 我不敢說 但是如果你的業績出到來 真的很厲害 其實你說有沒有再上 這已經不是 再上不上的問題 你的業績是很厲害的時間 反映就是 你被人的憧憬 只會不斷增加 那你的股價自然有些大的支持 是的 是呀 是呀 那就是 NVIDIA再上200 就 剔資才有 沒什麼的 那要有門路 不是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我就不就著你說這件事 就是大戶那些 那些資金去向那些 除非 除非 除非你是大戶 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現在跟我說你掃貨 我拿錢出來 不是的 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 很簡單的概念 等於一般的 一般的 以往的時間 很多人喜歡收貼士 我當你這些 其實你都聽回來 或者你見到的現象 就是這件事 但是你想一下 以往的時間 有人說 喂 有隻股份很棒 哪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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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 哪個哪個很棒 跟你說 說必升的 嗯 那你就想一件事 就是說 第一 誰跟你有朋友說 嗯 第二就是 你的消息是第幾首 如果你假設 可能真的 那些東西真的升 但是你那些是第五首 聽回來的時間 就是別人第二首 那些已經聽完了 已經買了貨 甚至它已經升上來了 因為到底你聽回來的時間 可能那個消息 本身的情況是沒有錯的 不過 你買的時間 因為已經遲了 還沒有截火棒 所以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 如果用回你的想法 就是Smart Arrow 我不是 我覺得 這個是分析的途徑 沒有什麼 我聽的朋友 就覺得我信不信 有些投資專家 都是說用資金流去看這件事 其實沒有 等於大家看 牛洪性那些 那些重創分佈區 是 其實是一種奈利 一種奈利 一種奈利 沒有適合錯的 究竟要怎樣呢 贏錢而已 所以你說Smart Arrow 你說它升 真的沒有所謂 真的OK 就升了 但是就變了 是的 如果你說純粹靠這件事 我只是覺得 除非你們是大戶 你們是第一手的資料 如果不是 我就覺得這件事 因為有些朋友 曾經 都是說類似這些說話 但是其實出來的後果 結果都是不同的 是的 還有就算是大戶 掃貨也有原因 不會沒有原因 某次有位朋友留言 就說外匯戰影響 對不對 沒有的 大家的看法不同 沒有所謂 但是只不過 如果你是大戶 就 是的 如果你假設你有朋友 是這麼厲害的 那我恭喜你 你也要賺大錢 我跟你賺錢 真的 真的 但是沒有 你說說說說說的時間 Smart Arrow 你有空去看指數 現在升少了 是的 在何時的 在6月 這裏無所謂 這裏看事 大家看怎樣看 好話都無所謂 但是只不過 就算是叫做 最好有多些 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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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很不錯 我覺得 真的 是啊 是嗎 是很大 我覺得大家的 不可以的 這樣才好 如果你是一面倒 反而我害怕 等於相反 如果你是當 每個人 都覺得NVIDIA 沒得輸的時間 其實反而我是會害怕的 但是因為現在 還有很多人 可能都會覺得 還有一些質疑 沒有的 其實是對還是錯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看下 最後結果 業績出來了 看看 什麼樣子 還有一件事 因為現在 剛剛有一個消息 就是我想通過一件事 是 為何黃總 那次不斷說 跟TSM說 你這些太便宜 應該要加價 因為問題是 其實 他可能真的覺得 TSM真心地便宜 所以現在 TSM都好像說 那些三奈米會加價 好像加5% 那些先進封倉 下年的時間 那個報價 就會加1-2成 但是 其實一件事 就是因為 TSM你加價也好 因為你的客人 是已經排隊去買的 就是說 其實你加價也好 你都是 那些客人都會 因為你做到 但是其實同一道理 就是NVIDIA 都是 你想想NVIDIA 現在做的AI 那些 就是這些GPU 但是你基本上 整個市場 其實你的市場 那些市場 9成8 那基本上 你真的叫做加價也好 那些人都來照買 因為你沒有選擇 所以其實我覺得 黃總好像背後的想法 就是說 其實他第一次要 他想你TSM加價 因為你加價的話 他才再有條件 他再加價 就是將成本轉價 這樣 大家便宜免地做 所以我覺得黃總是有 一些想法 所以如果他 他再加價的時間 你看到出來的數 看來便宜免地做 就是厲害 嗯嗯嗯 你對大戶的屋 待會好 看大戶OK 是啊 好啦 希望SmartL說得對 是啊 沒錯 我期望一會兒 做節目的時間 各市升三個 沒所謂 希望 希望 現在正在升126點 但不是正在升我的 所以我沒有感覺 18,068點 國企指數升52點 6427點 成交依然在安娜 460億 21點 好啊 下午我們又看一看的事 Sandy有沒有事 有上述嗎 有的 辛苦了的了 好 麻煩你看Sandy這麼詳細的分析 待會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